中小企业商会认为政府公布的新援助配套相当全面 涵盖贷款雇佣和薪金补贴等多方面的援助 对中小企业有实际帮助 企业其中的责任除了赚钱要就业 对吗要保那些员工的工作 那企业该做的工作就是现在 现在这是一系列这个配套对吗 企业应该做个分析 我怎么样全面性的利用这些成本 资金贷款流动的这些计划 对吗帮我在这9个月10个月度过这个难关 另外呢本地活动策划业也大受疫情影响 娱乐与活动策划协会表示 尽管雇佣补贴计划和加薪补贴计划 有助减轻企业负担 但长远来看公司要持续运作 还是必须要有生意 如果活动量不大的话 就算是50%的这个薪金辅助 都只可以减轻老板跟公司的开销 不过始终还是会有开销 如果时间拉长的话 我倒不觉得它会有多大的这个帮助 它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帮助 政府接下来推出新兴相连就业计划 希望创造1万个工作机会 协会表示目前已经跟职工总会合作 为业内人士安排兼职 在跟职总的安排下 跟合作下 我们也设计了一些短期工 例如量体温的工作 调查员的工作 保安员的工作 还有一些前线人员的工作等等 等等啦